苏迪勒台风造成超过了360架次的航班都受到了影响 昨天桃园机场已经恢复了正常起降 预估出入境旅客将会高达12万人次 桃园机场人潮满满 走到哪人就挤到哪 大家拎着行李等待航班 还有人直接睡在椅子上 苏迪勒台风让空中运输停摆 有些民众从凌晨开始就在机场等候 心情相当无奈 因为它八点的飞机啊 所以我们凌晨大概四点多就已经到了 但是来到这边他们直接跑马灯是改成一点半 官网都没有改 两点就出满到四点到这里了 然后也没有通知说会要延迟 那我们在那边乖乖的啥等 受到台风影响 周六国内航线全部停飞 而国际航线有超过36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 虽然目前桃源机场已经陆续恢复正常起降 但预估出入境旅客会高达12万人次 因此机场方面也将输运规格拉高到春节标准 我们机场公司动员了所有的航空公司以外 CIQ就是所谓航警局移民署的人力全部都加倍 那么到目前看来的话 运作都还算是正常 除了机场航班受影响 机场旁的机械停车场 也因为台风关系无法正常运作 民众的车都被锁在里头 就是停车塔坏掉 所以这车子就去不出来 车子出不来只能改搭计乘车回家 台风过境 机场人员旅客忙翻天 机场也提醒民众 如果要搭计一定要先向航空公司 确认搬机动态 才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记者台北桃源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